太后 喝点儿药吧 太后 喝点儿药吧 母亲 母亲 你怎么样了 这 监定 母亲 你仍按眼睛看看吧 我里只为大汗的江山日夜操劳 这外患有默度的欺负和干扰 这逆患 母亲 母亲 这 母亲 陛下 药 母亲 喝一口药吧 自从你当了皇帝 你就没有一件事 随过母亲心 入过母亲衣 你这心里头 就没有这个母后 母后 来 母后 姑母和药 就让 姑随你 凤凰去吧 这大汗的江山 我也替你管不了 母后 就让咱们这大汗 而世而终吧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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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儿 听你的就是了 母后别太伤心了 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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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听你的 一切 都一母后 还不行吗 姐姐 这都是命 咱们谁也逃不掉的 不过姐姐放心 朕无论如何 都不会碰盈儿的 事到如今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走 走得离长安越远越好 走到一个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 了解这 孤明的人生吧 我不让你们穿 不让你们穿 不让母亲穿 我要你们穿 不要 我要母亲 好好好 外婆给穿 来来来 外婆给穿 外婆亲自给燕儿穿 瞧瞧 多漂亮啊 我们燕儿最好看了 穿上这身衣服 硬得脸蛋红扑扑的 就是一个漂亮的新娘子 啊 来 站在这儿瞧瞧啊 多般配的一对啊 新郎新娘 我要母亲 我要母亲 外婆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母亲有急事去了齐国了 不穿这个不当新娘 我要去齐国找母亲 等你当了大汉的皇后啊 天下就都是你的 你想去哪儿啊 就去哪儿啊 我要母亲 我要母亲 舅舅 爸 爸 拿走 母后 你不是不知道燕儿怕猫 你这样吓她 会吓坏她的 看见了没有 连猫都不喜欢不听话的燕儿 以后不许胡闹了啊 不许再说找母亲 要不然的话 猫会闹得更凶的 喵 把衣服穿上吧 嗯 做母亲 我走了 你行不行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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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 我走了 我要杀尿 百满汤百滋 舅舅 我快憋不住了 我怕 别跑 有舅舅他 要救救他 冬熬 冬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合谨 起发 请三拜酒扣之礼 我要母亲 我怕 叶儿乖 睡吧 舅父到那边睡去 不 舅父不去 母亲从来都是陪叶儿一起睡的 叶儿 一个人睡不着 好 舅父陪你睡 对了 叶儿 你母亲走得急 临走前 叫舅父给你这块玉佩 舅父 我想母亲 好银儿 睡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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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向蕊 朕来了 陛下 别闹 舅父 舅父 你不好好睡觉 跑这儿来干什么 走 舅父带你睡觉去 来 走 乖 太后驾到 参见太后 陛下这是怎么了 盈儿 你不上朝 不批奏毒 母后没说呢 都替你做了 可是你 终日淫乐 太伤身子 为了江山设计 你该养好身体 为大汉子 延续血脉 孩儿不是把玉玺都给了母后了吗 还什么设计 还什么设计不设计 我就是不想留下血脉 我就是不想用我的血脉再造个人来世上受罪 也不要什么狗屁 也不要什么狗屁江山设计 将军又上来了是不是 你是专门跟母后作对 难道你父亲打下的江山 你也可以不管不顾吗 说实话 是不是怀上陛下的龙肿了 是太后 谁说我大汉没有血脉延续 大汉后继忧人了 起来 起来吧 谢太后 从今日起 为香蕊特备别宫 太侍女精心伺候 直到皇太子出世 谢太后 这下午后如意了 姐姐 香蕊姐姐 你可别再跑了 你这肚子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我的小命可就没了 死丫头 就你胡说八道 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陛下 喝药吧 朕不喝那药 朕要进香蕊呗 你就喝点吧 把香蕊给朕找来 玉儿姑娘 你救了我 辟阳侯谢谢了 沈大人 奴婢不敢当 恩人就是恩人 是不分高下的 舅大人 是玉儿遵循太后之主 是必须做的 要谢 你就谢太后吧 玉儿姑娘聪明伶俐 日后定能找到合议的郎君 玉儿这等身份 能侍奉太后就是终身的福分了 哪里还敢想 能遇上大人一样的贵人呢 我辟阳侯和你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 我们都是拴在太后船上的奖 以及 参见太后 今天凌朝你口若悬河雄才大日 满朝文武无不称道 太后真是一位不让须眉的女皇啊 那还不是因为 孤的背后有你的称齿 有你这么一个知己 此生足矣 你今天找我来 就为说这个 头发都快白了 哪能为这个 盈儿娶了张燕后 始终不与张燕亲近 却同香蕊有了血脉 我大汉总不能立一个宫女为皇后吧 是啊 与其如此 当初何必非逼陛下取外生女 闹得一家人都不快活 故事让你帮忙出出主意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还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是偷梁换柱 不用了 皇后 还 放开我 不能出去 母亲 皇后请回吧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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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放开 滚 烟儿 燕儿 赶紧起来吧 今天宫中啊 在打马球 陪外婆到外边去看看 燕儿哪也不去 要去 就跟母亲一起去 燕儿 外婆知道 你心里的不快活 你恨外婆 自从你母亲离开长安 你当了皇后 你就再也没叫过我一声外婆 外婆这心里头 这心里真的挺难受 你毕竟 是我的亲外孙女 可外婆知道 有一点 你跟你母亲是一样的 是把大汉的利益 放在一切之上的 懂事孩子 你母亲以前的事情 你也听说过吧 你也听说过吧 没办法 谁让咱们是 帝王家的人呢 燕儿 来 外婆 给你装扮一下 今天文护大臣 都会去看马球 让他们看看 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你跟陛下成了心 就是皇后 两个人就得睡在一起 皇后总要给皇帝生个儿子 那儿子是枕头生出来的 当然不是 那儿子是 枕头拿掉了 孩子就出来了 那香蕊总跟舅父睡在一起 是不是也要生个孩子 这个 过几年 你就知道了 呀 猿儿 怪 来 跟外婆走 让他们都看看 你先委屈一下 在人前走都走都 等香蕊把孩子生下来 这个针头就可以拿出来了 到那个时候啊 这孩子 皇后 皇太后 就都是燕儿你的了 我不要当皇后 更不要用一个假udding 来聘娶个皇太后 我只想去齐国找我母亲 和母亲 过着无人摆布的日子 燕儿 跟你这么好说坦说 你怎么就不开窃呢 你已经跟陛下成亲了 这戏呀 就得演下去 假戏真唱 拉下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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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看啊 这戏没找啊 接着他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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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驾 我说啊 什么时候换上孩子的 洞子都这么大了 夫人啊 我看我历见先帝的日子没多久了 趁我还明白有几句话我得叮嘱你啊 你说吧 借身听着呢 这地医呀 我死后 你要保我葬在先帝的长陵 生前哪 我们兄弟一场 死后我们还要做兄弟 那是自然的 萧丞相 曹丞相 还有契机都葬在那儿 你不用交代啊 朝廷也会这么做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你呀 永远都是先帝终贞不二的 什么 狗呗 我这一辈子都在被你骂 骂我是屠狗的东西 骂我是狗东西 你说啊 做狗有什么不好啊 他勇敢 忠诚 还不嫌嫁贫 你呀 是一条好狗 好了 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 第二就是两个孩子呗 你对樊康要严加管教啊 不能让他这么混下去了 樊小呢 樊小就顺其自然吧 你呀非要跟流行王连姻吗 我看哪 找个踏实的 安分的人家就挺好的 那可不行 我听说那小大王刘衡 被搏击逼着 已经娶了身边的奴婢做夫人 都生了孩子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隔得天高地远的 还常有凶奴人骚扰 我们樊小嫁过去 我还担心孩子吃不了那苦呢 还有那个淮南王一身的蛮气 你说他看不上樊小就罢了吧 还趁机把我奚落了一顿 气死我了 爸爸爸爸爸 不提他 依我看 这狼牙王刘泽 虽说岁数大点 是表叔叔辈的 不过咱们家樊小嫁过去 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想一辈子的轻浮 也免去了我这做母亲的 老操一份心了 你说你说了这半天 还是离不开刘家 我问你 这回你怎么不提吴王刘碧了 要说富 吴国那是最富的了 有海水可以煮盐 有铜山可以煮碧啊 别跟我提那个吴王刘碧了 他人阴险好色 光小妾就成百上千呢 你说咱们这丑姑娘嫁过去 那不知要受多少气呢 这说来说去的 这说来说去的 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我呀 我这好歹 也跟你过了大半辈子吧 夫人哪 要是我这心里头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呀 绿穴啊 你知道吗 如今长安城里到处都在议论 说你仗着你二姐的势力飞扬跋扈 人人都怕你 看见你都绕着走 我是担心我真的哪天走了 你怎么办呢 你还是带着反抗回丰帝去 又说回丰帝 我告诉你 这天下第一大都城 我才不会离开呢 万一哪一天你 那不还有当今皇太后吗 像我说不过你 你一辈子都没听过我的 我是担心哪 我担心你们吕家人会遭报应 你会没有好结果的 你这是咒我是吧 你就是这么关心我的 你这个狗东西 你这个土狗的 你你你你 我累了 你让我歇一会儿吧 你这老病啊 不是一天能好 一天就能死的 哎 我可告诉你啊 狼牙国的使臣已经传过话了 说刘泽愿意迎娶咱家樊小为夫人 哎 我想啊 这过两天哪 找个好日子 送樊小去狼牙国晚婚 一条道你跑到黑眼 说来说去 你还是要跟刘家联姻哪 啊 就算是连了阴 这心能连到一起吗 啊 我看哪 难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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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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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来了来了 来了 来 这就是 这就是 来人啊 啊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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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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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发快大将军 竟然 太后 小蕊生了是皇子 把孩子给孤报来 叫奶妈也来 诺 为什么让我住在这儿 我救父呢 这是太后的旨意 你生了孩子 要在这儿坐月子 我生了孩子 我什么时候生了孩子 这不就生了吗 我没生 我没生 给我滚出去 说你生的就是你生的 太后说了 从今儿起 你要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坐月子 一个月之内 不许迈出这屋子一步 太后 我要见太后 我要见外婆 外婆 皇后 别闹了 这一切呀 都是你太后外婆安排的 外婆的安排 对呀 外婆的安排 我要在这儿伺候你一个月 你可要听话呀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让她还你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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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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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可别怪我呀 这可都是太后的主意 太后 你外婆 小的可没那福气 你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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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君 你怎么了 怎么 这么沮丧 我刚从婴儿那儿来 这孩子真的疯了 我觉得我的手上沾满了血 孩子的血 孩子的血 宫廷斗争 历来如此 你还怕手上沾满血吗 不怕 气机的血 柳如意的血 韩信的血 他们都是你的政敌 我下得了手 可燕儿是谁 可燕儿是谁 你的亲骨肉 是我们俩亲手带大的 鲁远的亲生女 你看看他们如今的日子 是我们俩 爱上的 怎么说 怎么说你不恨盈儿了 自己带过的孩子 我恨不起来 你是不是要说 要说故事舍歇心肠 没有人情 没有人性 我 我说不出来 我真没想到 我自己出的主意 竟会弄成这个结果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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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踢到了 要谁 去哪儿 把人 calls 恭喜陛下 皇后娘娘为陛下生了一个男孩 生了一位太子 不会啊 香蕊呢 朕要见香蕊 朕要见香蕊 陛下 不要 香蕊 香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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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面子很好 小心龙前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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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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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龙体 陛下 你是不是在我屋里面 朕来了 朕来救你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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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儿 他在那儿 他在等着朕救他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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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过来啊 祥蕊呢 叫她来 陛下忘了吗 祥蕊姐姐她 对 祥蕊她 祥蕊 再也来不了了 陛下 陛下 她 她再也 再也来不了了 陛下 陛下 这狗东西 她闭眼的时候 我竟没在她身边 她现在真走了 我这心里头不好说 君妹 不是二姐说你 明知道五阳侯重病在身 你非得在这个节骨眼上 送樊晓去狼牙国成亲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你也别太伤心了 这凡快勇猛一试啊 先帝在世的时候 都视他为最可信的爱将 要不怎么会让他做镰金呢 我这狗东西光身上的伤口 就有几十处啊 他一辈子竞展一百七十六手计 率军攻下了五座城池 平定了五十七个郡县 抓获丞相 将军 县令以上的官员不下百人 鸿门宴上冒死救主 就连项羽也不得不称他壮士 我的父亲啊 我的父亲啊 人都死了你哭还有什么用啊 节哀吧 下令后葬五阳头 好了好了 到了到了 来来都停下来了 停车 停 卸车 来夫人 这是五阳侯峰地 今年打下来的粮食 请你验收 现在都什么时候啊 你这时候才来 老子等钱用得等疯了 怎么了 欺负我们家老爷子过世了是吧 你们是不是故意耽搁的 大公子小的不敢 不敢 不敢你还拖到现在 大公子有所不知 这一路上过着郡走纳县 都要办关船哪 天有不停地下雨 那路人都不好走 车就更难走了 住口 这是粮食吗 这么多土还发霉了 官家 怎么办的事 大将军在世的时候 你可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 你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是不是 我看你是想来一打 看我怎么收拾你 给我抓住 别打了 看我怎么走你 回来 给我抓住